反對軍方接管政權要求釋放翁山蘇姬 緬甸民眾上街抗議表達訴求 前緬甸領導人翁山蘇姬在今年2月遭軍政府罷署後 緬甸特別法庭6號首度開庭 就煽動群眾 違反新冠防疫規範等兩項指控 判翁山蘇姬四年有期徒刑 而這只是他被控11項罪行中的其中兩項 蘇齊遭遇了幾個判斷 包括拘捕和違反國家的秘密 最終的判斷會有100年間在 prison 現年76歲的翁山蘇姬 從被政敵暗殺的將軍之女 變成緬甸領導人 從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人權天使 到對邪心鎮壓羅興亞人視而不見的冷血領袖 讓他晚節不保 跌落神壇 不但和平獎慘遭收回 如今還恐將面臨關到死的牢獄之災 記者綜合報導 確定是否有限關於死的牢獄 可見到死的牢獄之災 不保 跌落神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